生態工法我們可以說是考慮到整個生態系統為一個主體 是以生態保育為前提 但是同時要兼顧到環境啊 人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希望它 用這樣的工法做出來的東西 是對生物 對同時人類也是有涵蓋性的保護的 各位全球大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核心協力救地球 我是狼祖雲 相信大家對於外婆澎湖灣 這首歌一點都不陌生 它歌詞裡面寫道 晚風輕佛婆湖灣 白浪珠沙灘 沒有椰林追咸陽 只是一片海藍藍 這是台灣島國的特別形態 我們四周都是海 所以你只要是願意走到海邊 海岸公路 你都可以脫下鞋子 到你的雙腳去泡泡海水 感受海水的清涼 享受那一份血液 但是現在有很多海岸公路 你漸漸沒有辦法這麼做了 因為兩邊都是非常難看的 灰色水泥消波塊 說是為了消波 說是為了安全 但是你知道嗎 事實上它不但影響景觀 也讓我們在這個底面 棲息的這些魚兒根生態 受到了嚴重的破壞 所以很多的保育人士 很多的專家都在呼籲 像這樣的建築 應該採用生態工法 那什麼叫生態工法呢 這些方法又有什麼樣 特別的好處 讓我們一探究竟 來介紹我們的地球守護者 歡迎很牛輕的四個人 但是他們卻叫阿姨愛環保 新城阿姨早出門 熱熱滿街真殘忍 聽字看字要回說 阿姨伸手彎腰做環保 大家一起愛地球 YA 今天的地球守護者 是四位就讀台科大的大醫生 常常一起遊山玩水 享受大自然 他們也對於台灣生態相當關心 而今天對於生態工法的主題 了解多少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我們等一下一起來認識 這什麼叫做生態工法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這位專家 他是我們文化大學景觀所的 所長兼主任 非常年輕 非常有氣質的 我們的何瓊瑩何主任 您好 郭瓊瑩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所所長 兼系主任 對於生態工程與景觀保護 可是有相當的嚴秀 好 我們現在來介紹 今天的遊戲規則 各位三個單元裡面 只要答對十題 就有機會讓我們現在 比較嚴熱的狀況 變成藍天白雲的清爽 第一個單元是快問快答 問題問完之後 五秒鐘思考的時間 直接回答就可以了 然後如果你們覺得 想加分的話 就可以盡量的請教 我們專家問題 問題問得好 有加分的機會 好 我們先來進行第一個問題 傳統水利工法 對核專生它的影響 下列核者正確 一 增加清水機會 二 增加工程維護成本 三 增加大地災害應變 四 以上皆是 你聽說了 3 你能不能講 請作答 2 答案是二 增加了這個工程的成本 維護成本 對還是錯 答對了 答對了 出民生 阿姨們好開心啊 好 下一題 2002年为了防治烟水 哪一条河川加高了堤防 也加剧水中生物生存不易的困境 1. 二人稀 2. 四分稀 3. 七家湾稀 不是已经不够人稀了 是闪最高的 好 请作答 2. 2. 四分稀 对 还是错 答题 阿姨果然热力失职 好 下一题 台湾哪个水库的集水须整治时 铲除了直批 开挖河床 导致生物气壁受到破坏 1. 石门水库 2. 增稳水库 3. 德金水库 请作答 1. 石门水库 对 还是错 好 天 好 那我们传统的水利工程 其实是用水泥为主来整治的 是不是就让我们的河川水泥化了呢 水泥本身是没有坠的 就看你怎么用它 对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为了让水能够很快地排掉 我们就用了水泥的工法 那当然水泥会阻碍了生物的栖息 它没有口气 又没有植物 所以就可想而知 水泥化的河川是没有生命的 是哦 原来如此 才说它是破坏生态 是因为它的口气吧 所以可以呼吸的条件都已经去除掉了 那鱼儿鱼儿就没有办法在水中游了 自然当然也就没有水草 没有其他的植皮了 好 我们再往下问 1989年 哪一国学者提出生态工程 希望人为工程和自然环境共生共力 一 美国 二 德国 三 瑞士 请作答 二 德国 对还是错呢 好 看到了 好 没想到哦 其实这个工法是德国人提出来的没有错 但是事实上过了很久以后 才有美国人真正去实践 它的生态的这个观念啦 河川的这个整治的方式 就是希望人跟自然环境不要脱节 然后我们也不要破坏它 像刚刚我们讲到的四分析 事实上它在整治上面做了很大的错误 它的这个节管取质造成了淹水 然后结果呢 政府所采取的方式是再把它的提防再加高 其实是很不好的方式 都知道水性是需要疏通的 水性是防堵是没有用的 而且大自然的破坏能力 我们建立再强大的工坊 都没有办法让它真正的可以防御 好 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生态工法是指选用何种材料进行水利工程 减少对河川生态造成的伤害 一 植物 二 木材 三 石块 四 以上皆是 请作答 四 以上皆是 以上皆是 对还是错 好 那我们其实刚刚一直听到生态工法 是不是可以请教授再比较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生态工法 其实生态工法我们可以说是考虑到整个生态系统为一个主体 是以生态保育为前提 但是同时要兼顾到环境啊 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希望它用这样的工法做出来的东西 是对生物 对同时人类也是有涵盖性的保护的 而且我们不希望它太消费我们的环境 像我们这边就有看到大神师 它整之前跟整之后 事实上真的有差别 包括它的河道 我们需要它的河道朝一个方向走 可是就不再像是用这个水泥削波块 或者是其他的节弯曲直用强迫的方式 而是用这些植物啊 然后用这种石块啊 这样来操作 右边整之后那一张 它的中间的丰富度比较高 你会有生态有浅态 然后当然有一些植被不见了 可是用植被的话 就是说鱼它在产卵的时候 可以藏在下面 然后有植被的话 增度也比较高 那对于生物的气息 可能有时候还会有萤火虫 所以它就是比较 生物是比较多元的 这样了解吗 好 我们再来进行下一集 项链奶条溪流在2002年 以改良型周通式语道的设计 让许多鱼种可以回游 一 牡丹溪 二 头前溪 三 丁子兰坑溪 请做答 三 丁子兰坑溪 对 还是错 是头前溪 好 下一题 2005年 基隆河湘掌溪 使用哪种生态工法 增加河道自然景观 也稳定了河床 一 阶梯式故宫床 二 鱼道 三 人工湿地自然进化 增加自然景观 好 请做答 二 鱼道 二 鱼道 对 还是错呢 答错了 其实是阶梯式的故宫床 好 最后一题 台湾哪个风景区 在2006年就地取材 利用在地孤老石堆砌水道 使人为工程跟环境无缝衔接 一 笔山 二 阳明山 三 大岗山 三 大岗山 三 大岗山 请做答 三 大岗山 三 大岗山 对 还是错 答错了 好 从我们刚刚问到的很多问题 跟这个图片来看的话 是不是只要不用水泥 它就叫做自然生态的工法呢 这样的答可能不尽是正确的 其实我觉得生态工法 应该是一个生态心法 就是你的概念要对 如果你不用水泥 可是你还是让那个石块跟石块中间 没有缝的话 它没有办法呼吸 那也不算 甚至呢 我觉得生态工法不见得只有在河川 我们希望在海岸 刚刚你提过台十一线 或是在渔港 海港 我们都希望它让鱼 野鸟 海鸟 海鸥可以进来 所以生态工法基本上是一个系统性的思考 然后你的材料可以很多种 就刚刚主持人提到 我可以就地取材 漂流木啦 我们的卵石啦 沙啦 或者历史都可以是工法的一部分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阶段呢 各位拿到多少分数 不错哦 拿到了五分 所以 你的阿姨们想要加分吗 想 好 谁要问问题 我 我要问问题 好 来 香榮 我想问就是台湾还有哪些水利设施 是符合生态工法 我想刚刚题目里面有提到一个头前膝 五六年前呢 我跟另外一位朋友 郭忠端我们就做了整个系统的改造 我们用湿地的方法 所以让污水不会直接排到河川 先经过湿地 大概有五六个池 先进化以后再排到河川 结果原来是非常肮脏的水 经过那个过滤系统以后呢 它变透彻 清澈 而且鱼跟鸟又回来了 所以你今天去看的话 人工湿地这个部分在河川的湖岸呢 有鸟 有人可以钓鱼 而且还可以看风景 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 我觉得教授长得很有道理 那是心法 刚刚听到你问到的讯書 我都觉得我好想去看一看 那这个问题您觉得值不值得点 他也问到我的专业 所以这样子 好 问到这么多了 好 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了 这段影片呢 是在介绍蓝宇 蓝宇原来是那样的一个 纯净天然的地方 可是呢 却因为很多其他的原因 变成了一个水泥岛 所以现在这一题呢 是影片题 我们的题目跟答案都在影片里面 每一题有两分 回来之后有十秒钟的讨论的时间 然后用手写板把它写下来 2012年 天平台风重创蓝宇箱之后 当地的野游国小 重新整修校园 围墙就像一艘停泊海湾的平板舟 民宅浑身是伤 码头船只支离破碎 蓝宇灾后状况 成为2012年民众所关注的焦点 为了重建蓝宇一年多来 岛上陆续进行24项灾后重建工程 总经费约一亿6536万元 2013年3月开始大兴土木 是不是可以成立训建一个 就是工地型零食一板厂 在盖零食水泥预办厂时 相公所认为 岛上原有的三座厂区 不复使用 又不是全面合法 所以规划在东青部落 兴建第四座 野营 东青 浪岛 这三个部落 所有甜品台风的工程 都是在这三个部落里面 所以我选择东青 变成是一个比较中心点的部分 对它的运输 对它的取料的部分 会比较方便 偏偏选址地点 东青青厚地 却是部落居民 种植地瓜 芋头等主食的农地 香蕉树已经长很大了 结果被挖掉 也没有通知我们说 它要开挖 它都利用 有时候利用完上来挖 除了很难看以外 它也会破坏生态 也会破坏土地 又会把整个蓝鱼的容貌 把它毁掉 居民不免质疑 蓝鱼不到50平方公里 几乎被人工化的水泥快速入侵 因为重建许多不协调和粗暴的工程 居民开始思索 这就是他们想要的吗 全部都是水泥化的东西 那无形之中可能又破坏了当地的一些生态 基本上一些规划单位 它是以台湾那边的一个思考模式去设计蓝鱼这个地方 它并没有长住在蓝鱼 灰色水泥岛成型不是一两天 1971年开原港完工 钢筋混凝土阻挡传统冰板舟进出 椰子屑没办法办舞会 1973年环岛公路开通 水泥路像一条厚重项链把蓝鱼岛包围 不出几年传统的亚美族地下屋被水泥房取代 我做那个换鱼鱼不是传统我吃什么 我只有保存然后我来维护 我没有生活上的这个这个补助的话 我领愿我领愿把这个传统拆掉 一连串建设真的会让蓝鱼成功蜕变 还是一场生态环境的浩劫呢 深蓝色大海有着美丽传说的岩石 以及悠闲自在的羊群 传统蓝鱼印象有一天会不会回不去了 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到达了蓝鱼 还认不出来这是蓝鱼呢 跟其他的台湾呢 有一些地方长得一模一样 那请问蓝鱼的存在跟特色 还有其必要吗 我觉得这里是蓝鱼的朋友 是目前在深思的 好 现在我们来从影片里面出题 可以吗 好 请出题 蓝鱼相关所在东清部落 兴建核酒工程 造成生态破坏 好 水泥浴瓣厂 对啊 还是错呢 好 我来看看解答一下 在盖临时水泥浴瓣厂时 相公所认为 岛上原有的三座厂区不公使用 又不是全面合法 所以规划在东清部落 兴建第四座 好 小小的蓝鱼居然有四座水泥浴瓣厂 而东清刚好是居民摘种主食的 很重要的农场 这样的破坏 我觉得这个平衡要怎么去找呢 要靠大家的智慧了 好 下一集 1971年 蓝鱼开圆港完工 钢筋混泥土的道路 阻挡何种船只寄出 确定是这样吗 好 渔船是一种平板舟 对 还是错呢 传统的平板舟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解答 灰色水泥岛成型 不是一两天 1971年 开圆港完工 钢筋混泥土 阻挡传统平板舟寄出 这个单元恭喜大家 达到了四分 还有没有想要追分呢 我们要问问题 好 请问外国有哪些 符合生态工法的例子吗 有蛮多的 这个是在日本北海道的护梁眼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它那个河川 中间有个小岛有没有 我们就叫生态岛 河川里面如果有岛的话 陆湿或你也可以有栖息的 竹槽的地方 是 然后旁边呢 是湿地植物 然后周边就是比较 我们叫做冰溪带 比如桥木 然后灌木 然后我们这边还看到 它有一些落差的工法 对 它大概都是用这个软石来做的 所以它大概不会超过三十公分 所以就不用特别做鱼梯 鱼可以爬得上去 所以我想这样的生态工法 大概各位可以看 它是比较有生命力的 是 而且景观也是好的 对 那这个问题问得好不好呢 好 好 耶 那我们今天听到了许许多多的工法 包括呢 有一些是为鱼 有一些是为生态 有一些是为其他整个很丰富 多样性的 那于是呢 这个河川 如果交给你来整治的话 你觉得哪一些地方 应该用什么样的工法呢 我们一起来连连看 生态工法配配看 来宾将传统水泥工法的河川 针对生态工法的相关设施 做位置的配对 让我们河川水泥化的问题 得到解决 限时一分钟 答对一题即可获得一分 那么现在如果有一条河 让你来整治的话 我们的生态工法 有好多种不同的方式 那请现场呢 我们的阿姨环保队 来好好的来搭配一下 好 来 我们现在给你们一分半的时间 请开始 好 时间到 好 我们一题一题来解答 好 现在呢靠近呢 这个河边有一块这样的一个地方 到底是不是这个植栽种植 对还是错呢 答错了 好 我们再来看 更接近一点的下方这一块的地区呢 他们说是要做木炸的护岸 对还是错呢 答对了 然后在正中间的地方呢 他们说是要做河床抛石 对还是错呢 答对了 恭喜 接着往下看 这里 比较接近旁边一点点的 这里是鱼道对还是错呢 好 下一题 这一道墙呢 他们说可以变成 气石墙对还是错呢 最后这个是清水步道 答错了 我们看那个图嘛 这边这么多植栽 你看它其实就在河床边上 所以它刚好清水步道 所以正确的应该是像这样 它植栽要种在河 在上面 在盐水 高潮位以上 是 好 现在我们就请教授来帮我们用两张照片 我们来特别看一下 有传统工法的四分锡跟大屯锡 这夸着不同的地方刚好都在它 这张图应该就是这张图嘛 刚刚同学做的那个工法佩佩看的图 那如果你们是一个好的生态设计师的话 透过你们刚刚的思维跟设计 就可以变成右边那张图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的溪底就是你们讲的河床的抛石 是 对不对 然后呢 当然这边看不到鱼道 然后户岸的话 经过木栈的户岸处理以后 经过三个月 六个月 植物就自己长出来了 你看不到木栈 你看到的是自然的生态 所以我们这样看的话 而且它是有多元的 因为河里面有比较浅滩 有生坛 生坛是鱼可以休息的地方 浅滩的话鱼可以游泳 那甚至这里面不止鱼 对 两栖类 那我想他们应该有能力可以进阶 可以当生态设计师 找到老师这么大的赞许 在这个单元大家拿到了四分 成绩相当的不错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阿姨环保队 这个阶段的分数全部总分 夹起来可不可以蓝天白云呢 阿姨环保队今天表现非常的好 而且他们气势非常的高昂 来看看他们的分数 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四个灯 五个灯 六个灯 七个灯 八个灯 九个灯 有没有过关 十个灯 恭喜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还有没有 十五 还有没有 再来 十五分 分数很不错 恭喜阿姨环保队让我们今天变成 蓝天白云一样的舒爽 今天的阿姨爱环保队 在问答 影片 十座题的部分 得到十三分 再加上主动发问的加分 总共得到十五个灯 成功帮助地球降温 您想来守护地球吗 赶快来报名吧 谢谢你们今天的表现 然后我们制作单位要制证你们 环保的铺满 请到这里来 我们要请我们的郭教授 郭主任来为我们颁赠 这个环保铺满 未来各位从水电上面 省下来的这些经费 或者是这个存下来的 在这个铺满铺满的钱 可以交给支离环保的机构 或是单位 这样我们就可以永续地 进行环保这个领域 也谢谢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制证大家 经典杂志一年份 里面有非常多的天文地理 还有很多好看的内容 请你去发掘 谢谢郭教授 这么精气的解说 当然各位朋友 如果你想要参加我们节目的话 请记得四人一组 就可以来报名咯 你可以是同学 可以是家人 可以是机关 任何的关系 四人成一对 让我们大家一起 核心协力救地球 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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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